黃委員好 民主長您好 今天大院送來有關於在接下來所要推動的立法計畫 我在裡面並沒有看到有關於考試院組織法的立法計畫 我先從一個原始的問題問您 現在考試委員有幾個人 19個 按照什麼法律制定 是憲法的規定嗎 考試院組織法這部分人數部分憲法上沒有提到 所以是考試院組織法嗎 你知不知道在1947年的時候 從11個人提到19個人 立法理由是什麼 我們考試院在這方面有做過一個清查了解 那有外面說當時是以這個審級分布等等來設定 但是沒有確確的答案 來 停一下 我到目前為止 我大概翻了很多文獻 因為這件事情 我在2010年11年 考試院人事同意權審查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是學者 那受到立法院的邀請 就人事同意權以學者的身份 到立法院 來表達我的看法 那那個時候 我參加公聽會的時候 我一定很認真 我大概把所有的資料 雖然時間很短 我能夠搜尋的就盡量搜尋 這個是我唯一找到的理由 就是 由前考選部 全序部次長 徐有守先生 他曾經講過說 行線以後才有考試委員 行線以前是沒有考試委員 來到台灣以後 大家都知道有個不成文法 華北華中華南若干省 一省一個考試委員 然後西北東北西南 各區加起來19個考試委員 就是這樣子分配的 這個就是1947年的立法理由 我想要請教一下秘書長 現在是21世紀 我們還需要這麼多考試委員嗎 報告委員 這個考試委員 人數的多寡是一回事 但是 目前的實際的運作 19位考試委員 都來自不同的領域 他們都是領域的精英 那在用核議制的這個體制之下 他們能夠發揮多元專業思考的這樣的功能 好 我再請教你喔 是 你覺得日本的文官制度做得好不好 日本文官制度中央和地方是分立的 決然不同兩套 這個我了解 我現在問你的是日本文官制度做得好不好 我不敢說好 我不敢說好 因為日本經濟已經率退20年 現在跑不起來 所以我不敢說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國的文官制度 跟日本的文官制度比起來 事實上 我國的文官制度 可能比日本的文官制度還要更好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這個問題漸人漸自老 我不敢說它一定比我們好 所以你意思是在博仲之間嗎 沒有關係啊 沒有 我的特色 你講的話都會留成紀錄啦 以後大家可以進一步去評試 這個是我們考試院的人事費 院長 副院長 秘書長 各藝人 考試委員19個人 加起來 這是每年5200多萬 我們人事支出 來先請蔡部長還有周部長 請蔡部長 周部長 我可以下去嗎 可以 蔡老師跟周老師好 兩位都是我法界的前輩 非常恭喜兩位 擔任兩個重要部會的部長 希望在國會未來的時間 能夠好好的繼續合作 不過現在是 立法院有立法院的職權 那我現在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我該質詢的事情 我還是要請教兩位的意見 請問兩位啊 從你們自己過去 在這個領域當中的研究 認為考試委員 需不需要有19位 沒有關係 看誰要先答都可以 19位的人數是剛剛好 還是太多 還是你如果認為說 從我國 憲法憲政架構 根本就應該要從五權憲法 改成三權憲法 考試院 監察院兩個院要廢除 像四年節 現在的任市長 他在去年推動整個修憲的過程當中 他就很清楚的 說出了他自己的法律確信 那請問兩位部長 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什麼 認為考試委員 考試委員 19位剛剛好 還是太多 還是認為根本考試院這個組織 就應該要裁測掉 合併到行政院當中 來 請 謝謝委員的垂詢 這個 考選部是考試院所屬機關 所以回答這個問題是略嫌尷尬 但是這個 既然委員垂詢 我想就是這個 本於初衷來回答 這個 我認為這個問題 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來說明 第一個層次是 現行的這個考試委員 經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後就職 任期六年 那任期應該是會在 應該是會在四年後 這個將近五年的時候到期 就這個部分而言 個人認為 無論這個法律制度 乃至於這個修憲 都應該要有存續保障 就這個現任考試委員的部分 那至於未來的這個 不管是考試院組織法 還是 甚至有修憲之意 我個人認為 心智應該要就這個問題 可以再做一個 有一個思考調整的空間 也就是這個 考試委員的最重要的職責 是依憲法規定 獨立行使 依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所以考試委員的任務是在 依據憲法的規定 以及法律的規定 確保考試制度 以及考試選財的這個 國家人才 主要是公務員 能夠依法任用 我覺得這個任務 是要在法律的這個前提之下來行使 所以 我個人認為 考試委員的任務 既然是依法律來確保 這個 憲法所設計的這個權限 能夠 這個 這個 這種順利的開展 那 理應 依法律 行使這方面的職權 所以人數 其實不用那麼多 好 謝謝蔡部長 來請 周部長 八委員 因為全系部是 考試院的首屬機關 那我們當然是要尊重現行的體制 那至於 要不要去修正 那當然我們也會尊重 包括立法院的意見 現在如果有立委提案 要修考試院組織法 人數要降低 然後你現在針對這個法律修正案 到本院來表示看法 你是贊成還是反對 是目前 因為我們是 考試院校使機關 這個也 也不屬於我們的職權 所以我們也實在不方便 就這一部分的 來表示意見 沒有啦 我相信兩位法界的前輩啊 都很清楚啊 世界各國 大概人事制度 我相信兩位前輩 念的書比我還多 比我還清楚啊 日本的人事院 只有三個人 我們有19個人 那當然啦 他們中央跟地方 是割離開了沒有錯 但是日本的中央公務員有多少人 其實大家看一下資料 就知道 那更重要的是啊 他們雖然只有三個人 他要求說 任期 兩個人不可以屬於同一個政黨 同一個大學系所畢業 任命前五年為政黨幹部政治顧問 會有同樣政治影響力的政黨黨員 以及任命前五年為中央或部會 都到府縣之公職候選人 依人事規則通通不給回人事官 他雖然畫在行政權下面 但是他們對於所謂考試 所謂人事的獨立性 是透過這樣子方式來界定的 那兩位認為我們現在目前的 19位考試委員當中 有多少符合這樣子的性質描述 又有多少是違反 有多少是政治酬庸的 有多少曾經在一個既有的政黨當中 扮演主要的地位或者是角色 這樣子的制度難道不應該改革嗎 時間到了喔 那個主席我可以再接一分鐘嗎 下次要還 好好好 謝謝主席 再請一下秘書長 不好意思 兩位部長請回 請李秘書長 好 這個是喔 你們2015年出國考察 按照以前立法院的要求 全部都有詳細列出來了 然後提出了25項建議 現在採行建議的項數 目前是0 全部都還在研議當中 那沒有關係 你會說喔 可能2015年 還早嘛 有很多具體的建議 你們還要討論 還要研議 沒有關係 我們明年再來看 你們出國考察的結果 你們出國考察的結果 去了非常多的國家 從歐洲 到東南亞 我現在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 按照你們去年的決算書說 你們有一位考試委員到新加坡去參訪年金制度 然後在2015年11月2號提出了這個報告 結果這個報告我找了半天 我都找不到 我完全在網上找不到 我後來經過了交互比對 我發現了有另外一份公務人員 退休撫恤基金監理委員會 他們主辦的計畫 是參訪新加坡資產管理機構 報告的日期跟你們前面標註的 一樣是11月2號 那所以這兩份報告是同一份報告嗎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嗎 因為監理會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所以資產管理機構的考察跟年金制度考察是兩回事 所以應該有兩份報告 那沒關係我今天時間到了 我現在只有找到資產管理機構的考察報告 就請公告 因為我到目前為止 我可以很確認的跟你講 這份年金制度考察的報告 我找不到 應該都有上網 沒有關係 你以後把那個報告找出來了以後 我再跟你對就好了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命中請回 我們接下來 謝謝 請鄭天財委員 鄭天財委員 那裏面諮詢之後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所以 主席 各位委員 有請我們兩位部長 蔡部長 跟周部長 所以 這裡 我就要請問你 你知道現在考試委員有幾位 19位 编制上是19位 这19位编制怎么来的 其实因为您看起来很在意历史 我就讲历史 我查过历史是民国36年 1947年的时候 他修了考试院组织法 那当时是用11位扩正到19位 其后呢没有再改过 那大家都对于立法理由非常不清楚 但是前权续部长徐游首 他有过一个研究案 我们看过他的研究 paper 他是认为呢 就是现行呢 其实常态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民主国家也是这样 包括美国的联邦制 他也是有名额分配 他叫做分区定额 但是当时的分区是考虑了整个中国大陆 所以他认为省区的平衡需要这么多人 那个资料我有 他是说呢 华北、华中、华南 若干省一省一个考试委员 而西北、东北、西南各地区 一区一个 加起来共19个 是的 那请问你是哪一个区啊 但是事实上呢 他现在的分区呢 我有请教过考试员 他说现在的分区 因为这个已经是历史的重积了 但是既然没有修订 而他们的业务量已经扩增到 譬如说光是考试 他有一千一百六十五个科目 跟当初的业务量是暴增了千倍之多 所以他们又有七千亿的退付基金需要支持 需要处理 所以他认为业务量之下 他人员没有办法减下来 他是叫做行业专长别的分区定额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道理 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 使得我们有考试院 而这个宪法制定 在中国制定 拿到台湾来试用 现在我们的实际 试用的领域 就是台澎金 我们法与时转则治 治与事与则有功 我们现在国家这么小 我们现在财政这么困难 我们要去 提供这个预算 让十九位部长级的 这一个委员 坦白讲你们十九位 那个工作量 加起来没有一个在这里的经济部长的工作量 我可以跟你报告 那个经济部长在这里被我们执行的 他掌管这么多业务 他的薪水才跟一个考试委员差不多 你们会觉得说这样是公平吗 是目前我查过业务量 因为每年的考生高达七十五万 刚才讲一千一百六十五个考科 那我我我是同意您的干法 因为先进国家对于资源的效率配置呢 是认为很在意 那麽多考生的考卷都是我在改的考试委员 但是即使是修改宪法 它是负责聘请点试委员 修改宪法或者是修改法律的权责 目前还在大院 我们19个考试委员 六年下来 会使用掉 我不说浪费了 毕竟里面提供劳务 将近五亿台币 五亿台币 所以我们现在国家的财政这么困难 我们是否还有这么必要 去补这么多考试委员 这是我们觉得 非常有必要替国民来问的一个地方 因为考试委员的业务 无非就是找点试委员来出题 越见又是我们这些 越见委员、相识委员来越见 那么这样呢 是否有值得我们国家去 花这么多的兼费 我在这里是代表我们台湾很多的民意 来跟你提出 这个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